现在我教大家清标机的安装方法 这里是达马机的控制盒 控制盒里面有两个螺丝 然后控制盒是固定在上面的 这里是达马机 清标机上面达马机的固定架 固定架螺丝也是从里面装上去的 固定架一边一个装好了以后 我们把达马机放在上面 达马机下面也有两个螺丝口 我看一下这里 然后达马机放在上面螺丝锁解 达马机可以前后移动 来调打印位置 这里控制盒 控制盒上面有一个延时 这个打印延时也可以调 达马机启动的时间 就是调它这里的位置 然后我们控制这里是标签盘 标签这个盘也是一样 有两个螺丝装过另外一边的 后面这里有刹车 我拍到这里 这个刹车 这两个盘很多人最容易装错 这个一定有装在有皮带的这边 控制就是标签的松紧 然后我们看这边标签的穿 这边安装方法 经过打板机 再经过第一个滚筒 再经过光纤 光纤下面有个轮子 从下面这个轮子上来 然后经过玻璃板 玻璃板这里然后拉过来 经过第一个轮子的外面 然后从里面进去 再经过这个酸酸柜的下面 然后这里把它拉底 然后从下面走过 这个滚花轴 这两个轮子是把标签压紧的 然后这个螺丝可以调它的松紧 最关键的是这里 这里就是说一定要调紧一点 但是不要太紧 标签往前面走动 就是靠这个来拉入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是光纤 这是光纤头 这个是感应器 光纤头 这里是光纤 光纤座 我们光纤座里面有张标签 我们现在光纤的调整方法 把光纤座子里面这张标签把它剥掉 我们现在调笔纸 笔纸的感应 现在笔纸在下面 我们按一下这个SET键 按一下黄灯链 再按一下数字闪烁 数字闪烁的时候 就是已经在自动定位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数字是多少 下次它到标签和标签之间空白的位置 它就会停 这样光纤就 感应器就调整好了 我们贴标签一个试一下 我们贴标签一个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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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们大名字的话 这两个人都可以调眼 这个人都可以是 商量试一下 OK 这样贴标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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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